登登 游戏犬 哈喽大家好 我是星期天 今天要来介绍一款非常好玩的手机游戏 魔灵救火 这个游戏很有趣 这个空岛非常有趣 有趣哪边呢 这个就是你的主画面哦 真的假的 这是主画面 没错 这就是主画面 更神奇的是 你用一只手指头去移动它 很方便 不过你试着用两只手指 两只手指也可以吗 我没玩过这么好玩的游戏 你试试看吗 试试看 那我试试看 两根手指 哎呀旋转了 旋转 跳跃 我比热眼 干嘛不理我 我现在没有神秘召唤书 所以我现在 只能够用未知召唤书 有几率可以抽到一到三星 这个游戏里面的魔灵有一到五星 呃四星跟五星 原生的四星跟五星 都是比较好的魔灵 不过这个未知召唤书 也是有几率可以抽到好的三星魔灵啊 试试看吧 就会 哦哦闪电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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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花费的地方 很棒 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里面有一个商店系统 这还不错啊 蛮有创意的 商店系统 每过一个小时都会刷新 然后 现在我们来刷新一下这个商店哦 哦 这里面有很多个不错的符文 呃 它的副属性加体力128 啊 哎 点到外面去看吗 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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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啦我知道 啊 嗨 又见面了 这个 体力128 你要不要 我不要买这个 我们来游玩这个游戏的剧情地图 我们点击下剧情地图的这个战斗按钮 哦 很多块地图可以选哦 嗯 白的绿的咖啡色的黄色的 我们选哪一个好呢 嗯 嗯 我们可以选 加伦丛林 这个 加伦丛林它有一个掉落讯息 就是你打这个加伦丛林的 地图的话 里面就只会掉 祝福这个符文 然后这边的 每一关里面都会有 1234567 就是6个小关加一个王关 那 123456为什么要6关呢 是因为它的符文刚好就是 有6个位置 那如果你今天缺的是 6号符文 那你就可以去每一关的6号打 你就会打到各种属性的6号位置的符文 很方便的一个系统啊 我们选爱登丛林 爱登丛林的这个 然后 我用一只单挑好了 我用这一只 我用风头单挑它 然后手动打 阿尔塔米尔 持续伤害 每回合最多可以造成最大体力的5% 就是上毒的意思啦 这游戏的DOT系统 爱登丛林 爱登丛林伸错 好 我先使用表演时间 哦哦哦哦 我现在没有奶妈的状态 所以我要尽量 尽量控制在一回合 减掉三分之一的血就好 哎哎哎哎 情况不太妙 等一下 情况 哎 为什么 为什么 他们每个DOT都上来 哎 等一下 哎哎哎哎 哎 等一下 我这个是示范影片 我不能 我不能 哎 哎 哎 導播这可以卡掉吗 哎我输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来到了飘到半空中的竞技场 这个博尔塔 鼻子好尖啊 这鼻子好挺啊 啊哈哈 我要烧毁一脚 啊哈哈哈 我不会让你得逞的 开始吧 现在我们先用顺风 好 全队加速 然后再上一下 攻击跟防御的BUFF 对面是火队 我们这边是封队 封队是被火队克的 但是因为我们这边的 队伍有上攻击跟防御的BUFF 所以可以挺得过这一波啊 对面左边这一个 这个凤凰啊 这个凤凰很厉害 他可以死掉之后重生满血 所以等于是要打两次凤凰 所以我会先打凤凰 先打凤凰 然后 这个用单体伤害先把凤凰打死 哦你看他又活了 他又复活了 刚死掉又复活了 然后 接下来就 用速杖 接下来随便点就可以 因为这几只没有什么分别 不太需要挑那个人物啊 缓速 上级啊 掠食 然后 这个AOE 这一支风透AOE还满痛的 表演时间飘到空中 然后给所有人三次痛击啊 然后是 原汽弹 上级 他最后一只狼 速将 警告犯罪 好 这样子的话 这场你的NPC的对战就赢了 对战赢了之后 他会送你 左边开始是蓝宝石 还有体力 然后还有红宝石 还有右边这个名誉的点数呢 是让你可以在游戏里面 买一些建筑来扩充你的一些 一些战场里面会用到的东西 怎么可能 我的火种 火种 我还没念完你这是 这个游戏每天都可以许愿 许愿池里面的东西很棒 很棒 不过运气这种东西 是看玩家自己的造化 我来看一下 今天的奖项还不错 这边有红宝石 里面最珍贵的货币 还有 我比较想要抽到这个 听说抽到的魔灵都还不错 魔灵还有符文 这两个很好 不过我只有抽过一次 几率很低啦 还有神秘召唤书 这个我也好想要 还有这个数啊 每个都好想要 这游戏好好玩 好 好 过了过了 多了多 呃 我看一下 嗯 他应该会这样子这样 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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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我們首先要先看一下這個強化陣 強化陣我們進去之後 假設我們今天一個三星的魔靈 烈到滿等你要把它升到四星的話 照理說這個魔靈的心態轉換 應該是像一個三年級的小朋友要升四年級 要我今天三年級 我明天四年級 開心 他應該要很開心才對 那為什麼我會說這個很微妙呢 因為這遊戲其實暗藏了一個很微妙的 很殘酷的身心機制 就是你今天你練滿等還不能夠升級 你練滿等之後你還必須要吃掉 同樣跟你星數的三隻魔靈才能升級 三星要吃三隻才能升四星 四星要升好難練喔 四星 四星要升五星要吃四隻四星 呵呵好難練喔 五隻 那五星要怎麼要升六星呢 五隻魔靈 你要五星的魔靈 你要升六星你必須要吃五隻的五星魔靈 來升六星才能夠成功的成為六星魔靈 喔唸出來了 好 我們來介紹一下喔 像這一隻這個冠軍 這隻好像叫冠軍 小惡魔冠軍 是嗎 風小惡魔 我們要把它升星的話 我們下面就必須要放三格 你看這邊三格它提示你的 你要放三格的三星來當作它的祭品 所以這遊戲很殘酷喔 這遊戲是你必須要用祭品了 所以我們才會說這遊戲要堆很多肥料 大部分玩家其實都在堆肥啦 就是要把這下面這些 三星但是沒有工作用途的 把它先留著之後強化的時候拿來當肥料用 然後這遊戲其實有點像開心農場 其實它在農肥料 看起來是魔靈召喚 其實是肥料召喚啦 哈哈哈哈 好 我們繼續進化 這樣子它會問你材料魔靈將會消失 確定要進化嗎 這個意思看起來沒有怎麼樣 不過其實說白話也就是說 你身上會帶著三個魔靈的包袱 你要繼續嗎 是 這樣子它就可以升級了 升級的時候會有漂亮的閃電的動畫 但是不是很重要 重要的是這些魔靈已經成為身上的亡魂了 好 升到四星了 升到四星之後 它的一些基本數值都會先降低 那你升到這一個10等或11等16等之後 它的一些數值才會回來 不得不稱讚一下這個遊戲公司 Come to us 因為很重要 所以說三次 Come to us Come to us Come to us 好像有點太故意了 好 我們繼續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遊戲公司的活動 活動頁 左上角這個Event 進去之後你就會看到這個遊戲 欸 這個遊戲常常辦活動喔 你看喔 新年快樂的活動 然後還有這個巨型挑戰的活動 這個活動我們點進去看喔 他常常辦這種小小的活動 你只要玩的過程去注意一下 特別打一下這幾關 這些關卡去打一下 然後你就可以 像這個活動就是連九宮格 你就可以連來連去 然後你就莫名其妙就拿到 他送給你的很棒很夯的東西 因為這些東西在遊戲裡面其實都是 如果你用台幣去買 都可能要兩三百塊的東西 那他在活動裡面免費送給你 你只要每天沒有玩一下 你就可以拿到東西 所以這個遊戲公司是送很大啊 喔喔喔喔喔喔 我有三張 我有三張 我有三張神秘召喚書 呼呼喔 你們知道這個遊戲 神秘召喚書有多難拿嗎 這個遊戲裡面打劇情啊 打半天才會打到一張 有時候可能兩三天才會有一張 超難拿 神秘召喚書是三星到五星 然後未知召喚書這種免費召喚書 是一星到三星 所以神秘召喚書平均都會召喚出 三星以上的魔靈 一般來說最好的就是到四星了 五星是非常非常少見 那如果我有召喚到四星或五星的話 前面在運轉那個召喚的動畫 就會有閃電出現 所以我現在要來召喚啦 你看他這個超貴的 你召喚的時候還要花一萬塊 我來抽神秘召喚書囉 三連抽哈 星期天的神秘召喚書三連抽 抽 沒有閃電 這 比爾曼 也是不錯啦 再 再抽一張 喔喔喔 又沒有閃電 嗯 哈 我最不想抽到的就是 蜥蜴蟻 我不要蜥蟻 人 再一張 最後一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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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 抽 抽 啊 沒有閃電 這什麼東西 這什麼東西 這個沒有腳的 你這個沒有腳的 我不要最高原生 我要閃電